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如果那個學生來了,我們就讓他進來。 我們現在不能再等他了。 開始上課。 我會說的比較慢。 所以在上課的時候,如果你有聽不懂的, 如果你有問題,你可以告訴我。 好嗎? 可以嗎? 那我是誰呢? 我姓高。 很高的高矮的高。 所以你們可以叫我高老師。 那很高興今天可以給你們上課。 那因為今天我和你們是第一次見面。 我不認識你們,你們也不認識我。 對吧? 所以怎麼辦? 那我們先做自我介紹。 什麼是自我介紹? 知道嗎? 告訴我你是誰。 Self introduction. 你們做過嗎? 做過自我介紹嗎? 你常常做吧。 I guess you guys just did a lot of self introduc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semester, right? 可是今天的自我介紹不一樣。 那麽你說三句話。 三句話。 第一句, general information,就是你自己。 比如,你叫什麽名字? 你是哪國人? 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 Tell us something we don't know, a secret, 秘密。 secret。 什麽秘密呢? 告訴我們, 你叫什麼? When you are angry。 什麽是ang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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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怎麽說angry? 生氣。 生氣。 我很生氣。 生氣。 生氣。 Or when you are happy。 什麽是happy? 高興。 高興。 Or when you are nervous。 什麽是nervous? 緊張。 對,很好。 所以當你生氣, 或者開心, 或者緊張的時候, 你的reaction, 你的反應。 這是第二句。 可以嗎? 第三句。 The third sentence. 告訴我們, One thing you do well. 你做得很好的一件事。 And one thing you do not do well. 一件事你做得不太好。 三句。 小風船大使。 自我介紹。 可以嗎? OK? 沒問題。 我先來,好嗎? Start with myself. I can give you an example. 我給你一個例子。 我。 我叫高山。 高矮的高。 我是中國人。 我的家在北京。 去過北京嗎? 還沒有。 第二句。 我緊張。 我緊張。 我一緊張, 就想上廁所。 我一緊張, 就想上廁所。 廁所是什麼? 我。 我。 唱歌。 唱得很好。 唱歌。 唱得很好。 唱得很好。 可是我跳舞。 跳得不好。 明白了嗎? 我再說一次好不好? 我再說一次。 我叫高山。 我叫高山。 我是中國人。 我的家在北京。 我一緊張, 就想上廁所。 我唱歌。 唱得很好。 可是跳舞。 跳得不太好。 OK? 3 sentences about me. 現在你們認識我了嗎? 我叫什麼名字? 高山。 高山。 我是哪裡人? 沒關係,慢慢來。 我是哪裡人? 我是中國人。 你是中國人。 沒關係,慢慢來。 我是中國人。 我一緊張, 就想做什麼? 誰知道。 我一緊張, 就想上廁所。 我一緊張, 就想上廁所。 我做什麼做得很好? 你唱得很好。 我跳舞跳得好嗎? 你跳舞跳得不好。 很好。 很好。 現在, 請你們做一個自我介紹, 三句話。 可以嗎? OK? 沒關係, 如果你說錯了, 也沒關係, 我不會打你。 OK? 好, 誰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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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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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珍西。 在珍西? 新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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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緊張, 就吃飯。 就吃飯。 哇, 這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我的例子。 我擁有的很好。 可是我唱歌唱的不好。 哦, 他說的好不好? 他說的很好吧? 很好。 所以他一緊張, 就想吃飯。 哦, 那你每天吃很多飯嗎? 所以你是韓國人, 可是你的家在北京? 在新澤西。 哦, 對不起, 在新澤西。 哦, 很好啊, 很高興認識你。 我也是。 我也是。 好, 下一位, 誰來? 好, 女同學。 你好, 你好, 我叫周迪。 周迪。 我是北國人。 我家在西雅圖。 西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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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高興就想跟我朋友說話。 哦, 我也是。 我打網球, 打得很好。 打得很好。 可是我跳舞, 跳得很不好。 哦, 沒關係, 我跳舞也跳得很好。 所以你打網球打得很好。 我也喜歡打網球, 可是我打得不太好。 你可以當我的老師。 很好啊, 他說的也很好, 對不對? 不錯, 謝謝。 好。 我叫施君。 我是美國人。 嗯。 美國人。 我家在印第安。 印第安啊。 對, 說得很好。 我已經很緊張。 我已經緊張。 我已經緊張。 睡覺, 睡覺。 我已經緊張, 就想睡覺。 想睡覺。 好。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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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得很好。 嗯。 做的很好。 嗯。 哇哦 可是我 没关系 你说得很好 慢慢来 除了我 说我的不太好 什么不太好 说话 说中文 说话说得不太好 不太会说话 不太会说话 很好啊 所以你做饭做得很好 他一紧张就喜欢吃饭 你做饭做得很好 所以你紧张的时候去找他 好吗 你们要做朋友 可以吗 好 大家都说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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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好 那么 好 我 我再说一遍 没关系啊 我给你们每一个人生词 我把这几个词 我把这几个词分成几类 我把这几个词分成几类 好 好 好 现在呢 我给你们 可能每一个人生词分成几类 可能每一个人会比较多 因为只有三个同学 不过这些生词你们已经都学过了 所以应该不会很难 所以应该不会很难 好 你可以先看一看你的生词 看一看你认识不认识他 好 你们两个人多拿一个 好 好 现在给你们一分钟 看一看你的生词 看一看认识不认识 如果你准备好了 就告诉我 好 可以吗 我可以开始吗 我现在开始 OK Start Can I start 好 第一类 first category 第一类 这些词和味道有关系 这些词是味道 各种味道 如果你有这个词 它说的是各种味道 请你站起来 味道 if you have a word that belongs to 味道 taste 请站起来 好 可以站起来吗 好 like any of you 麻 好 我们看看啊 那是实际 实际有两个词 第一个词怎么读 这个怎么读 麻 对吗 第二个词是什么 辣 辣 对吗 好 什么菜 又麻又辣 有吗 你们吃过什么菜 是又麻又辣 没吃过 酸辣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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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麻又麻 对 酸辣汤又辣又麻 很好吃 对吧 还有吗 吃过酸菜鱼吗 鱼可能没吃过 酸菜鱼也是又麻又辣 不过很好吃 很好 所以实际有两个词 是和味道有关系的 除了麻和辣 还有什么味道 你知道吗 承担还有一个 可以告诉我们吗 你的手 你那个词怎么读 酸 酸 你给我 酸 对吧 这个是酸 你们喜欢酸的菜吗 什么菜很酸 酸菜鱼 酸菜鱼 对 酸菜鱼很酸 对 除了酸 麻和辣 你们还知道别的味道吗 还有吗 咸 咸 对 甜 甜 还有吗 有酸 甜 苦 咸 苦 很好 药很苦 很好啊 你们知道很多 好 这是第一 第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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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量词 请站起来 谁有量词 都没有吗 嗯 承担有一个是吗 你的量词怎么读 加 什么时候可以用加 给我一个例子 给我一个例子 一家中餐馆 对吗 一家中餐馆 对 很好 一家中餐馆 你还可以说一家医院 医院 医院 嗯 也可以 很好啊 好 还有吗 你也有一个 喂 喂 很好 好 举个例子 嗯 一位 一位 人 一位 人 嗯 也对 一般呢 我们说一个人 嗯 一位呢 你可以说一位同学 喂 It's more It's a formal magic word 一位同学 一位老师 对 人呢 你可以说一个人 Good try 很好 好 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 动作 Action 如果你的词 是动作 请站起来 你们都不喜欢站起来 好 好 这个怎么读 尝 尝是什么意思 to taste 尝一尝 吃的意思 对不对 你尝过哪些中国菜吗 哪些 什么 什么中国菜 我尝过 酸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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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吗 味道怎么样 呃 味道 很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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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麻糊糊 好 很好 谢谢 还有吗 没有吗 好 这是第三类 第四个 如果你的词 如果你的词和餐厅有关系 请站起来 和餐厅 如果你的词和餐厅 可以是 如果你的词和餐厅 可以是 菜名 或者 什么都可以 每个人都有很多 是不是 好 十句 这是先说你的,第一个,中餐馆,对吗,有中餐馆,还有什么,在美国有中餐馆,还有中饭馆,一般我们说中餐厅, 我的意思是,除了中餐馆,还有西餐馆,西餐厅,American restaurant,西餐厅,可能说的不多,但是也有,好,很好,中餐馆,还有什么,酸菜鱼,对,很好,刚才我们说的酸菜鱼, 我一看到酸菜鱼,就觉得很饿,下课以后,我想去吃酸菜鱼,好,还有吗,没有了,十句没有了,好,看看承担,服务员,对,服务员在什么地方工作, 对,没错,说的很好,服务员在餐厅工作,给客人菜,对不对,客人给服务员消费,对不对,好,服务员还有什么, 麻婆豆腐,麻婆豆腐,麻婆豆腐的味道怎么样,周迪,你吃过吗,我没吃过,还没吃过,谁吃过,谁吃过麻婆豆腐,告诉我麻婆豆腐怎么样, 麻婆豆腐又麻又辣,他说的很好,很好吃,所以你们两个人有机会,一定要去尝一尝麻婆豆腐,中国城, 我也会做麻婆豆腐,很好,菜单,对吗,我们去餐厅,要先看菜单,看菜单以后,我们要做什么,看完菜单以后,我们要干什么,服务员,点菜,对,很好, 还有吗,周运,饭馆,对,中餐,对,中餐,我们去中餐馆,要吃中餐,很好,不错啊,东西饭,好,第五类,第五类,如果你的词和人有关系, any word that is related with person,人,请站起来,人,有吗,只有存单有,这是什么词, 女朋友,对吧,你有女朋友吗,那男的呢,就是男朋友,很好,没有了是吗, 最后一类,地方,如果你的词是一个地方,请站起来,好,存单,没有,好,周迪呢,学校,学校是一个地方,对,我说完了,可是你们还有五个词, 词, it seems like they don't belong to any category,是吗,我们来看看,先看实际,这个是什么词, 习惯,对吗,习惯可以算是一个verb, action, 可以作为名词,我有一个习惯,我每天要喝牛奶,我有一个习惯, so in that case, it's a verb, it's an act noun,对不对, or it could be a verb, action,动作, 比如说,我习惯每天早上跑步,那么习惯就是一个action,一个verb,一个动作,习惯, 习惯,你有什么习惯吗,我习惯到水,习惯了, X-U-E,水,水,你是说我习惯每天喝很多水,是吗,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every day, you can call it water, oh,饮料, well, I guess that's a beverage,饮料,饮料,所以你习惯喝饮料, 好,所以习惯可以是一个动作,很好啊,好, when you use 习惯每天, do you use 都 after 每天,不一定, not necessary, 你可以说,我习惯每天喝水, actually, if you use 都, you don't have to use 习惯, 我每天都喝水,如果你说我习惯每天都喝水, it's overnight, 对,所以用一个,either one of them,很好的问题,好,看看陈丹,附近, 好,考考你们,哥大,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有什么,谁知道, 说一个,一个地方,哥大附近有什么,知道吗, 哥大的附近的商店,很多,嗯,哥大附近有很多商店, 也有很多餐厅,对不对,所以附近可以算是一个 location, 很好,附近,好,下一个,味道,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是关于 taste,味道,好, 好,我们看看周迪,你还有什么词,有名,有名呢, 哦,actually,I was thinking this is related with a person,对不对,没关系, 一般我们都说,一个人很有名,在美国,你知道哪个人很有名? 说一个,说一个人,做点,奥巴马很有名, 哦,美国总统奥巴马很有名,对,他当然很有名,他在世界都很有名,对吧,嗯,好, 嗯,最后一个,听说,对,可以是个action,对吧,一个动作, 比如说,我听说今天高老师来上课,然后我听说,听说明天会下雨,听说,好, 所有的生词,大家还有问题吗?生词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都学得很好,有问题可以问我,好,现在,let's start the third activity,今天我们会做很多活动,如果你觉得累,如果你累,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好,好, 那么,第三个活动呢,我们做什么?let's play a game, let's guess the word, 那么一个同学,一个同学会坐在这里,那么我在他的上边有一个词,另外两个同学要告诉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不能用这个词, You can use any sentences to describe the attribute or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word without using this word, OK,明白吗?那么坐在这里的同学要想一想这个词是什么,给你一个例子,give your example, 这是什么字?中国城,中国城,对不对?那么,if I ask you to say a sentence, the sentence has to be,the sentence has to have an attribute of this word, what can you say? 你可以说什么? 选的地方有很多中餐馆,也有很多人,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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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OK,so here we can use a relative clause,对不对?我可以怎么说呢?因为 each one of you can only say one sentence at one time, but the sentence has to have one attribute,所以呢,你可以用一个 relative clause,怎么说呢? 刚才,刚才,刚才石郡,石郡的句子,我可以说,这是一个有很多中餐馆的地方,可以吗?或者,or,这是一个很多中国人去的地方。 这是一个,或者你可以说,这个地方又大,还有什么?又大,又脏,很多垃圾。 anyway,所以呢,你在说的时候,你的句子里边要告诉我们character这个词的特点,好吗?可以吗?好,这是一个例子。 现在呢,我们来开始,谁先来这里?好,请坐。 那么,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看看这是什么词?知道这个词吗?你不能看? 你不能看?你不能看?你不能看吗? You have to guess, that's your job.你们两个人知道吗? 你不能看吗?你不能看吗? OK?所以,告诉他。 so, try to exp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like, try to give him more attributes. 试试, let's try. 没关系,说错了也没关系,我不答你。 这是什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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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想一想,你们两个人知道这是什么词啊? Well, let's just give my category,就是试试。 可以,可以,先给他一个类,这是饭。 什么饭? 中国饭? 这是人做最好的饭。 试试,看啊,他说的很好,他用了一个relative class,这是人做的很好的饭,对不对? 什么饭是你做的最好的饭? 你可以告诉他几个字。 You can tell him how many characters. 这里有三个字。 三个字。 三个字。 这是一个菜。 而且呢,刚才Jody说,这是你做的最好的菜。 这叫什么? 好, I've been telling you what lesson it was in. 第四课, right? 第四课的生词,可以,可以。 你请你的朋友来你的家。 对啊,对啊。 所以我问你,陈丹,你会做菜吗? 你怎么说,对啊,对啊。 你怎么说,你怎么说,你怎么说specific, like? 哦,特别的一个,特定的一个。 哦,不是特定的一个菜。 第三个字是菜,他们已经说了,你做的最好的,一个菜,是什么? 不是人,他说是一个菜,这个人做的最好的菜。 这个词是一个菜,不是一个特定的菜,但是是你做的最好的菜。 三个字,加油。 是一个菜,什么什么菜,要不然我们告诉他,四川菜是你的拿手菜,是不是? 是,要不然我们告诉他吧,是什么菜,怎么读。 周迪,你来读一下这个词,拿手菜。 哦,他们的意思是,不是说一个 specific one dish, it could be, like anybody has their own,拿手菜,还是这个词。 很好,没关系, we're almost there,我们差一点。 好,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简单的,谁来,你们两个人。 来,请坐这里。 第二次。 认识吗? 认识,你认识吗?好,告诉他。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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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人在家,家国,什么国? 呃,家,国家,国家。 哦,一个国家。 国家, I say next to. 呃,哀着。 国家,哀着德国。 哦,哼。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挨着德国的国家。 德国的国家。 德国的国家。 嗯。 呃,说的语言。 嗯。 这是一个,哀着德国的国家。 说的语言。 是因为, um, next to German, so, and 法国。 嗯,法国。 嗯。 说的语言。 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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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你说, uh,法文。 法文,可以吗?也可以吧? 嗯。 他说法文,除了法文还可以。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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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很好啊。 刚才,呃,那个,陈丹说的那个,用了一个 relative class,很好。 他说,这是一个,哀着德国的国家所说的语言。 对吧? 所以,法国在德国的旁边。 很好,最后一个,来,你同学试一试。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请坐。 好,认识吗? 好,告诉他。 这是,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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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是,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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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谁用的? 吃飯的時候用的東西,什麼人吃飯的時候用? 美國人,中國人。 嗯,所以你可以,可以give me a complete sentence,這是一個中國人吃飯時用的東西,所以剛才已經說了,是什麼呢? 筷子,對,筷子,對,很好,謝謝。 I guess the first one was the hardest,最難的。 Ruster speaks Chinese the best, so he doesn't have a pencil speaking there. 對,所以你說的最好,所以要給你的最難的。 所以,the purpose of this activity is just to practice how to use relative clause,比如說牛奶, 可以,how do you describe this word,你可以怎麼說呢? 好,can you give me a sentence to describe? 這是人,喝的。 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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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的東西,喝的一種水,也可以。 這是很多美國人喜歡喝的,對吧? 你們都喜歡喝牛奶嗎? 對。 嗯,也可能不喜歡哦。 好,沒關係。 好,我們呢,還有最後一個activity,最後一個活動。 下個星期是什麼節日? next week是什麼節日? What holiday is next week? 感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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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節最好去哪裡? You rather, it's better to go somewhere during Thanksgiving. 現在呢,你們每一個人想一想兩分鐘,想一想 suggestion, 一個建議給你的同學感恩節,你的同學最好去哪裡? 那麼,我有三個要求,所以requirements。 第一,告訴我,告訴我們你的suggestion。 感恩節你最好去Hawaii,夏威夷。reasons,為什麼? 夏威夷又漂亮,又舒服。夏威夷是一個外國人喜歡去的地方。 That's the reasons,對吧? 第三, suggest one thing to carry during the trip. 你去夏威夷,要帶一把傘,雨傘,一把傘,雨傘是什麼? Umbrella。 因為Hawaii,夏威夷會下雨。 OK, so, three requirements to complete this test. 明白嗎? 都明白嗎? Do you understand? 想一想,給你一分鐘想一想。 我可以選擇一個。 你們應該可以選擇這個地方。 你應該讓我選擇這個地方。 講一講啊。 我也可以去西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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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不是这样的 我会来 你呢 什么 咱图书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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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好去你家 诶 诶 诶 去我家。 感恩節,你們最好去我家。 因為我媽媽和爸爸做最香的飯。 我覺得你應該帶什麼? 帶錢嗎? 我可以帶你家,你的家。 我的家人。你可以帶你的家人,你的一個家人,兩個家人都可以。 很好。 所以,陳丹說,感恩節,我們最好去他家。 新澤西。 他的爸爸媽媽做的飯又好吃,又香。 他家。 去他家,我們可以帶幾個朋友。 幾個朋友。 很好,再來一個。 感恩節,你最好去法國。 為什麼呢? 法國。 我又舒服,又有您。 也有很多好吃的法國飯。 法國菜。 那我要帶什麼呢? 你要帶你的筷子。 一把筷子。 一把筷子。 一雙筷子。 對,你要帶一雙筷子。 很好啊,很好。 還有時間嗎?我們可以聽他的嗎? 好,你說完了,我們就下課。 我會這樣。 你最好去。 你最好去。 加拿大在美國附近。 加拿大在美國附近。 你最好去。 你要帶小孩去。 可以說什麼東西嗎? 我會帶小孩去。 我會帶小孩去。 哦,不慶祝。 三個字是慶祝。 我對於慶祝。 感謝。 我沒有記憶。 感謝。 感謝。 加拿大不慶祝 加拿大不慶祝 感恩節 感恩節 是嗎? 所以 所以 會是 somewhat private 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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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t that crowded 人不妥 嗯 OK 我要戴什麼 戴什麼 恩 加拿大很冷吧 We have it says New York Thanksgiving food 噢 感恩節的菜 噢 火雞 Turkey 嗯 好 不錯啊 所以她說 感恩節我們最好去加拿大 所以如果 我可以選擇 我想去加拿大 我覺得我最好去加拿大 因為加拿大是很多中國人喜歡的地方 加拿大在美國附近不遠 嗯 去加拿大我會戴一件很厚的衣服 因為加拿大很冷 嗯 好 大家都說得很好啊 所以呢 今天我們做這些activity 我們的purpose目的就是呢 practice 你們的生詞 還有relative clause 大家都說得很好 好 謝謝你們 下課 謝謝 們